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合并 但是在看这个合并之前 还记得他前面讲过 运算符 基罗没有一个加号运算符 对吧 那他说了运算符号 是运算两个变量可以的 对不对 变量的类型 不光是整形两个可以相加 两个字不算可不可以相加 才会转成整 对不对 其实两个数字也可以相加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 $A 看一下 等于 A R 以外 这里边 有 A B C 三个对不对 $B 等于 这块 假设这块有10 11 12 看到了吗 现在我这块 $C 等于$A 加$B 如果是两个整相加 那咱们肯定知道是干嘛的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 $C 是什么数 它有什么结果 那 那你再想一下 这个加号的作用 如果相加两个数组的话 是 对应的相加 A和10相加 B和11相加 C和12 相加吗 不是的 是什么的 是数字和合并 记得 如果是两个数字相加 就是两个数字和并 对的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 连在一起的 会让你失望 的确是ABC 但是后边是没有了 为什么后边是没有了 刚才那我说刚才告诉你不是说是两个相加是两个数组的合在一起吗 为什么只有一个对加号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下标相同会覆盖下标相同到会覆盖 下标相同的会覆盖 而且覆盖的特点什么呢 记得是前面覆盖后面的这个特点一定要记住 比如说面试题的时候我就给你出一个这个题 两个数字A加B 问你C是多少 对吧 如果这两个特点你不知道不知道它是怎么的 是合在一起的 不知道下边是覆盖的 那你就不知道了 对吧 前面覆盖后边的这点很重要啊 好多人都认为是后边覆盖前面的 其实正相反 所以好多人都答错这个题 对吧 那如果把下标改成什么 不一样了 比如这会是以五开头了 那就六回七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数组变成什么样 应该知道了吧 是不是五六七 下面没覆盖就这样了 那有人说 那通常都做数组非得调一下下标吗 不用下标的形式咱可不可以一样 可以 但是咱们用的不是这个函数 我先保险一下 用什么呢 不用这种方法 数组合并专门有函数的 相加是可以的 对吧 但咱们不常用 数组合并咱们用的是 咱们一下 有一个叫做 其实咱们在前面讲猫胖排序的时候 咱们也用过 合并一个或多个数组 看一下可以传无限的数组 会把多个数组合在一起 那它会不会有些 反规在新的数组就是合并后的 那它会不会把下标覆盖的 看一下 A2A1 下标线 M1 G 对不对 这种话 这种两个参数 这是两个数 当然三个数 五个数都可以合并在一起 对不对 看一下 是不是012345 重新所以了这个什么 数度下标 对吧 重新所以下标 没在一起 对吧 那如果我这块 有下标相同的 不是关联数度呢 关联数度 比如这块 假如这块只能先是所有数度 五对吧 这块也强制指定下标是五 结果什么样呢 是不是重新所以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关联数度呢 刚才它指的是所有数度 万 这块我也有和万 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 看到了吧 是不是就一个万 对不对 如果是关联数度的话 会覆盖 所以数度会重新所以 对吧 往分一这 这就重新了 二条接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这里边我就存一个数度呢 可不可以藏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参数什么 是不是只有一个必须的就可以 不一定有两个 那一个的时候它跟谁合并呢 自己合并自己 原样输出 ABC 怎么的 是不是原来输出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 什么 下标这块是一个 五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的 如果穿一个数度的话 而且是索引数度的话 会重新索引下标而已 就这个功能 所以咱平时想用一个数度 像它重新索引下标 它连续可以用这个 对吧 当然咱们前面也学过一函数 对 对 这边可以 这是 对吧 这是咱们说合并一个 那我们再往下看 合并的用加二可以用这也可以吧 对 那咱们看两个什么 有合并的 那就有计算交集和差级的 什么是交集 什么是差级呢 就是两个什么 相量数度相同的是哪些 这就是什么 交集 对不对 比如到了A的数度 A R A Y 这里边 比如说有 10 11 12 13 14 对不对 那到了B的数度 里边 A R A Y 有 比如说 5 6 12 还有15 还有14 看一下 对于这两个来说 交集在哪块 相同的地方 对吧 这里边有12 这里边是不是有12 这里边有14 这里也有14 我想把它的交集部分提出来 就是什么呢 看一下 就使用我们这个数度 当然了 它不光是怎么的 不光是合并两个数度 所有这些合并都不止合并两个数度 就知道吗 它可以都可以合算和 这段交集或者是什么呢 都是无限的数度 就知道吗 反围的数度就是你需要的那个数度 好 我们预训一下 咱只是用两个数度做实验 对吧 你可以有更多的 $A $B 我们摆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能把我们的交集 获取到 来 你听一下 是不是12个实现 对吧 通常获取交集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多 但是 如果 我想你 有的时候 咱们需要一些算法 把数组开头部分的相同就是去掉 那这个时候又怎么做呢 数组开头部分相同就去掉 比如说这个地方 假如这块也有个5 也有个6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说 用交集去获取 对不对 用交集获取的 5个6是相同的 那这里的12和这12是相同 14个是真的相同的 如果用过去交集的 方式 是不是全出来了 如果就过去开头部分是相同的 遇到不同 就是去掉的话 这个时候系统还是没有的 这怎么办呢 得自己去洗 就什么 对 怎么写呢 高循环 $5等于0 你可以做一个算法判断哪个最短 循环哪次 对吧 能会这样的算法吧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判断两个数据哪个长度短 我循环的次数 判最短的次数 循环 这不可以这么多 可以随便写的 做法 比如这样 做一个 MIX 一个最小 对 一个是 最小值 MIN 对不对 然后是 括号 是CUNT 如果长度 大于CUNT 高度B 对吧 那我们如果 最小的长度是谁 是不是 DOWL CUNT DOWL B 对不对 否则是 冒号 对 CUNT CUNT DOWL A 是这样的吧 球鞋最小值 或者是咱们用系统函数 这个也可以 对吧 都可以做到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让DOWL PY 小于 因为你循环 按住多循环 没意义 对不对 然后DOWL MIN 对吧 DOWL PY 加加 对 这里边 如果 我什么DOWL A里边的 DOWL I 等于DOWL B里边的 DOWL I 那我们就把它 比如提出来 放到一个NAR新数字里边 放到这里边就行不行 DOWL NAR DOWL 等于DOWL A D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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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相同的就往上拿 不相同的 否则 直接干嘛 BR 你可以退出就完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用这种算法 我给你保存一下 12 6. PY 这样的话是去特定一段 而不是要全部的交集的 大家可以采用这样的算法 除了获取交集 咱们程序里边还有一个什么 计算XG 对吧 计算XG 因为人怎么计算 对 相同的刚才提出来 这是不同的提出来 用法都很相似了 我直接拿回来就行了 看一下 直接我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函数灌成 这个函数 就直接把XG拿出来 看这里边 不相同的都有哪些 你看 10 11 13 10 11 13 对吧 是不是这里不相同的 把第一个数字里边 不相同拿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些 可给大家介绍的 什么 合并数字 计算XG 对 计算交集对不对 当然了 更详细的算法 一些使用的话 可以参考手册 如果手册里边没提到的 那就是得还是不支持的 对不对 那这两节课 咱们把这个分类 咱们也计算完了 数字的合并拆开分解 这也是咱们在开发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功能 大家要熟记这一功能 好吧 不是说作为了解内容 是作为重点掌握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